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越善良越是没有朋友 一起来听 善良是我们每个人必须要有的品德 但是如果超过了平衡 对于自身的发展是没有好处的 高僧就说 如果太过善良 反而会被别人欺负 身边的朋友会越来越少 这是为什么呢 让我们具体来看一看 一 有些人很善良 为什么没有朋友 俗话说 在家靠父母 出门靠朋友 朋友对我们而言是很重要的 没有朋友的人是很孤独的 可是我们可能就会发现 一个奇怪的现象 那就是 有些人明明很善良 却没有什么朋友 善良的人不仅善解人意 还会热心助人 大家应该很乐意和这样的人交朋友才对 为什么善良的人却会很少朋友 甚至没有呢 可能有如下四个原因 第一 善良是一种良好的品质 而有没有朋友和交到多少个朋友 在很大程度上和你的情商有关 往往和品质没有很直接的关联 品质不好的人 他也照样可以交到很多朋友 只不过交到的都是一些臭味相投的人罢了 就像黑帮一样 第二 有些很善良的人不太善于言语 也就是性格有点内向 缺乏和他人的交流沟通 自然彼此之间不够了解 就很难做成朋友了 第三 价值观不一样 善良的人 无时无刻都会先替别人着想 看到别人有困难 就会立马帮助 但善良的你 想和别人成为朋友时 别人却不像你这样 以助人为乐的准则来做人做事 可能 他是信奉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信条 两个人的价值观不一样 自然就很难走到一起 毕竟价值观不一样 就会没有话题可聊 第四 善良的人 大多数都是老实的人 很少会拍别人马屁 也不会想方设法 去讨好别人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现代社会越来越注重物质了 大部分人都是怀着一定的目的 去和别人交朋友 并称兄道弟的 这一点 在激烈竞争的职场上 表现得淋漓尽致 善良的人不太会拍同事领导的马屁 也不会去讨好对方 自然和同事领导就会不太亲近 甚至他们都不认识你 那肯定就是做不了朋友的 以上的四个方面原因 只是一小部分原因 还有其他的因素 导致很善良的人没有什么朋友 但我个人认为 交朋友不在于数量 而是在于对方是否真诚待你 这才是最重要的 一生有几个知心真心朋友 就可以了 二 人越心善越没朋友 前几天在网络上看到一句话 印象深刻 所有的毒药和一切的良药 只是剂量上的不同 万事万物都要讲究一个肚子 在肚之内 事事都能按照原本的规则 顺利运转 可一旦过了肚 连好事都有可能变成坏事 包括善良也是如此 有人时常与人为善 总觉得帮别人就是帮自己 多挑朋友多条路 这样的想法本身没什么错 可一旦谁的忙都帮 对谁都心善 也许就会种下苦果 到头来倒霉的人是自己 就像有人帮了错的人 成了农夫与蛇的存在 有人逞强帮忙 最后受埋怨的是自己 有人因善 次次原谅别人 受到伤害的还是自己 忙碌半生才恍然发现 心善是好事 但过了度的心善 要不得 甚至有时候 越心善越没朋友 其一 太过心善时 容易惹祸端 听过一个很有趣的说法 人生有四大多管闲事 扶烂泥 丢朽木 翻咸鱼 烫死猪 人们常说 烂泥扶不上墙 朽木不可凋液 咸鱼翻不了身 死猪不怕开水烫 等等俗语 来形容一个人没有未来 可有些人选择的生活 就是这样 他们不是真的没有未来 只是他们选择的未来 同别人不同罢了 而那些过分善良 过分热情的人 总想以一己之力 改变对方 这才是最吃力 不讨好的存在 甚至会引起别人的反感 就像身边 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小区里 有一位很热情的大妈 退休后无事可干 便给试婚人士 介绍起对象来 看到一个小姑娘 快三十岁还没结婚 便主动要给对方 介绍对象 姑娘推脱好几次都没拒绝 这才草草说了要求 大妈这才满意离去 过了不久 大妈真的找到了 适合姑娘的男生 两个人见面后 感情迅速升温 姑娘以为快到 谈婚论嫁之时 突然发现 对方已经有了家事 因为这件事 姑娘对大妈发了脾气 怪对方给自己 介绍的对象不好 怪对方非要 多管别人的闲事 要说大妈有错吗 肯定是有的 虽然出发点是好的 也是真的在为姑娘考虑 但做人做事 不是有了善心 出发点没问题 就一定能做出好事的 有些人 看到别人生病 着急寻找偏方 对方使用后才发现 偏方不仅没用 还会有副作用 有些人 看到别人吵架 便上前拉架 根本不懂前因后果 就果断下定义 有些人 不知道别人想要什么 便着急献爱心 自己努力半天 结果跑错了方向 不是所有善心 都能结善果 太过心善 没有尺度 不懂辨明对错的时候 善心结的 可能是恶果 其二 真正的朋友 不是心善换来的 俗话说 与人方便 就是与己方便 千百年来 人们总是在强调 善良的好处 尤其是在人际关系中 很多人相信 将心比心这个道理 但凡事有利就有弊 将心比心 的确能换来朋友 善良也能拉拢人心 却也会让自己 结交到错的人 当初去西班牙留学的 作家三毛 就吃过太善的亏 三毛出发去西班牙之前 家里人拉着他的手送行 一路上 一直在念叨 要懂得吃亏是福 要与人为善 要勇于承担责任 听了家人劝告的三毛 一直是宿舍里 最和善的人 宿舍的内务 他有时间便主动收拾 别人问他借东西 他能借就借 别人找他帮忙 他很少会拒绝 然而 在他对人友善的时候 却体会到了 什么叫做人善被人欺 因为三毛总是很好说话 什么事都愿意做 什么忙都愿意帮 社友逐渐把他当成了工具人 逐渐不再尊重他 宿舍的内务 成了三毛应该履行的责任 别人借他衣服 很多时候是有借无还 别人的要求 他似乎没有拒绝的资格 别人占他便宜 也占得理所应当 终于三毛爆发了 他在宿舍里大闹一通 收回了所有借出去的东西 再也没给过社友好脸色 三毛以为 他失去了朋友以后 只能形单已知 没想到他这样的行为 只失去了一小部分朋友 却换来了真正的尊重 看清了谁才是真正 想和自己来往的人 心地善良的人 常常对人极其友善 这种友善能换来一些朋友 可这些朋友 不见得是真的欣赏自己 还有可能是为了利用自己 反而是那些对人善良有度 懂得维护自己利益的人 才能看清 谁更值得自己来往 总之 在生活中 慈悲善良固然是好 但是一定要得当 不然一不小心 就会有着罪过 慈悲有分寸 要建立在健康的法度上 不能感情用事 太善良 别人要什么就给什么 千金人物必有千金之德 德不配位必有余秧 一个人如果德行跟不上 却突然获得很多财物 或身处高位 而自己根本没有 约束欲望的能力 那么只能让自己 在欲望中沦陷 无法自拔 最终会造成灾祸 殃及自身 因此 千万不要掏心掏肺地对人好 佛的至高慈悲 是无缘慈悲 无缘慈悲 就是无差别的帮助世人 不会因为 谁跟自己的关系近 就帮谁多些 谁求得多 就帮多些 对待众生都是一样 这样的慈悲 才是理智的 才不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感谢你的观看 愿你福生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